儘管深喉嚨 有多深 化多深 本人有吸毒 那害我害我 我是要去樂界 那我沒有哭 我要被救測 住在一旁的女子 不斷大喊自己有吸毒 拜託袁警帶她去驗尿樂界 可是袁警很無奈 因為沒有吸毒證據 無法送辦 那我被誰害 那我不是被害我吸毒 但其實這名女子 稍早在派出所 已經爐了一個多小時 說自己吸毒要驗尿 警方好不容易趕她走 沒想到過沒幾分鐘 又接到報案電話 警方到場後發現 又是同一名女子在鬧 我自己怎麼帶死 事情發生在17號晚間9點多 女子來到超商大鬧一番後 她的男友終於請朋友 過來幫忙載她 結果這個朋友自己渾身酒氣 警察當場要求救測 那我拒絕好了 你要拒絕喔 被吊銷駕駕鑿 因為我車一定會中 但是駕駕駕駕駛車子要扣 那不行 車子會被扣走 車不是我的 男子還一邊笑笑跟員警討論 什麼方法比較划算 最後酒測值出來0.29 以公共危險罪移送法辦 願違只是幫朋友載人 想不到現在要被帶回警局 只能說真的不要心存僥倖 喝了酒就真的別再上路 記者黃正常學運清新竹報導 不及家屬 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